各位听众,各位同学和家长,大家好 这里是雪儿思语文微电台,王老师带你读《唐诗三百首》节目 那么上一期节目在录制的时候,没有想到咱们的1月1号是放假期间 我们的这个《唐诗三百首》是停止更新的 所以呢,也忘记了预祝大家新年快乐了 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应该是我们2018年的第一期 在这里呢,也祝大家新年愉快 预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有更多的进步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来学习一首《杜牧的七言绝句》 请大家把书翻到第329页 请大家看这一页下方的这一首诗 叫做《纪扬州寒绰判官》 这个绰,阔绰的绰 它在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太多的记载 但是应该我们根据现实推测 它是杜牧的一个同事 因为杜牧当时曾经在扬州 做这个淮南节度史的长书记 说白了就是秘书 而这个韩绰呢 是这个淮南节度史下属的判官 所以两个人应该属于同事关系 而且呢,这个杜牧啊 我们之前学的几首诗 基本上都是他的议论历史啊 或者是感叹国家大事啊 或者是表达自己的怀才不遇啊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正经的诗歌 但是呢,杜牧本人他有另外一面 就是早年他还年轻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风流成性的一个才子 特别喜欢喝花酒 后来呢,他又去到了扬州做官 扬州可不是一个一般的地方 在唐朝那是著名的烟花之地 非常的繁荣 非常的繁华锦绣 那你看李白就写烟花三月 下扬州表达了对孟浩然的深深的羡慕 对吧,都说那是天堂一样的地方 那杜牧去了扬州这个地方做官之后呢 诶,果然发现本地真的很好啊 这个美女很多 喝酒的地方也很多 于是他就天天的出入类似的这种场所 这个史书上还曾经记载过一些八卦野史段子 就说当时的执政啊 有一个人叫牛僧儒 他权力很大 他非常欣赏这个年轻的杜牧 觉得这个人将来很有才能啊 一定能够成事的 于是就很栽培他 在派杜牧去做扬州刺史的时候 专门嘱咐他说扬州是烟花之地 你啊,还是要注意一下 洁身自爱 爱惜自己的身体 不要年纪轻轻的得了什么病 或者身体不好了 对吧 因为将来国家还需要你 然后这个杜牧呢 就满口应成啊 然后就去了扬州当了地方官 去了之后那是花天酒地啊 各种风月场所来回出入 然后呢,后来过几年 他跑到京城去树植 然后又遇到这个牛僧儒 这个牛僧儒就说呀 说听说你在扬州做官做的不错 就是有一点我跟你说的个人作风问题 你是一点也没听了 然后这个杜牧还嘴硬 说这个我在那个地方可老实了 你听谁说的 然后牛僧儒就说了 说你当年一去到扬州 我就在你身边安插了眼线 你过来看看 然后就把他叫进了书房 然后打开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书箱子 然后打开一看 里面全都是书信 是什么呢 是牛僧儒安插的这个卧底啊 写的这个小报告 就是某年月日 杜牧又去风月场所了 某年月日他又去了 全部都是小报告 三年以来所有小报告 就这一箱子 第一看出牛僧儒确实非常关心杜牧 第二看出杜牧确实是个风流才子 当然这是一个野史段子 对吧 但是呢 在这个杜牧的人生中间啊 确实写了很多的诗歌 来怀念扬州 或者歌颂扬州的好事的 那这个韩绰判官呀 据说应该是一个跟他同道中人 他俩就特别喜欢 结伴一起去风月场所喝花酒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杜牧被调回长安做官了 然后就写给杨州的这个韩绰判官 就是他的好朋友 他们两个人是志同道合 于是就写了这么一首诗 第一怀念朋友 第二羡慕江南的好风景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看这首诗歌 这首诗歌内容不深 但是你了解了杜牧的性格之后 再看这首诗就能体会到这首诗歌 内心的这种小情绪了 青山隐隐水条条 秋近江南草未雕 二十四桥明月夜 御人何处叫吹枭 这首诗写的非常的轻快 非常的流利 什么叫青山隐隐水条条 条条当然大家都知道 是形容道路很遥远的 青山隐隐呢 就是我站在长安远远的望向扬州的方向 就是隐隐约约的青山 遮断了我的目光 其实这一句就是表达 我在惦记着你 我在眺望着扬州 但是山遥水远的 我实在是看不见了 意思是我们之间的距离呢 是非常的遥远 那长安在北方 其实还是气候比较冷的 那秋近江南草未雕 是在羡慕扬州 那个地方的比较温暖的天气 这叫秋近江南草未雕 所以就是已经到了秋天的末尾了 但是江南的草木啊 还是没有凋零的 意思就是当地还是比较温暖的 那这么遥远的路途 我惦记着温暖的南方 然后祝姐说啊 这个草未雕 还有一个版本少了一笔 叫草木雕 那你说草木雕是雕了没雕啊 是雕灵了 意思就是花草树木全都雕谢了 那这样的南方 还有什么好羡慕的呀 那他跟后门的情感啊 就连不上了 所以祝姐里虽然说还有一个版本 叫草木雕 但其实草未雕比草木雕更适合渡牧当时的心情 这个大家要知道 那么在这么温暖的值得羡慕的南方江南地带 也就是扬州到底有什么呢 第三句就转到了叫二十四桥明月夜 那么二十四桥这个筑节里头也说了 一个是宋代审阔的记载说扬州确实有二十四座桥 然后他还考证过这二十四座桥都在什么位置 什么朝向叫什么名字 做了一番记录 但也有人说二十四桥呢 其实是一座桥 就是这个叫吴家砖桥 然后呢 因为有二十四个美人在桥上吹销 所以才叫这个名字 那当然这个很有可能是根据杜牧的这首诗所做的一个附会 叫二十四桥明月夜 一人何处叫吹销 但实际上这个地方二十四桥不用十指 总之二十四桥明月夜 是非常概括 非常笼统的给我们描绘了扬州的夜晚的美景 那么在这样的夜晚的美景中间呢 哎就育人何处叫吹销 别忘了这首诗是寄给韩措判官的 那么这个育人 注解就说了是美人 这个美人是美女还是美男呢 不知道 就有人就说啊 这个育人应该是对韩措的一个比较亲密的称呼 就因为两个人关系很好 而且不是什么正经关系 两个人结伴花天酒地的关系 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对于韩措虽然很怀念 但是很轻快很轻狂的这么一个状态 因此呢 他就用了一个比较调侃的称呼来称呼韩措 就故意管他叫美人 说哎呀 二十四桥明月夜 这么美丽的一个夜晚 韩措你个美人 你在哪里叫吹销呢 那是这么一个意思 那么这个不要念成交吹销 为什么呢 因为交吹销三平调了啊 这是绝句的评则里面比较不允许的一种情况 那叫吹销的叫是什么意思 在这个地方 实际上这个叫啊 应该是一个文言虚词 就是让谁谁谁怎么样 令谁谁谁怎么样 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叫吹销意思就是韩措 你在二十四桥明月夜的哪个地方 让别人给你吹销伴奏呢 是这个意思叫遇人何处叫吹销 当然也有人说这个叫啊 在古代跟学习的学是通用的 所以也有人说 这其实应该是遇人何处学吹销 说韩措这个风流人啊 他不仅仅是让别人给他吹销听曲伴奏 而是他还要跟着这些歌儿舞女们 去学吹销的技术 这样子就显得这哥们更加的像一个风流才子了 所以不管是什么 但总之二十四桥明月夜 遇人何处叫吹销 这两句是在想象韩措判官 在美好的江南 在温暖的江南 在享受着当地的风流的生活 所以杜牧远在长安 已经离开了扬州这个好地方 因此他还惦记着那个地方的快活的生活 以及和他一起去做快活事情的好朋友 这就是这首诗比较轻狂 或者说比较轻快的一面 就是杜牧啊 他一方面忧国忧民 很多诗歌里有体现 但另外一方面 他的性格本身确实也有这样的一种 轻挑轻快的一面 所以杜牧的诗歌风格 有时候我们也管他叫称呼叫轻心明快 为什么叫明快 就是因为他的节奏通常都是流利的 是跳跃的 让人感觉不到那种苦大仇深的感觉 即使他之前我们讲过的忧国忧民诗 也多少带有这样一些调调 所以这是我们所需要明确注意的地方 那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是回顾一下整首诗歌 青山隐隐水条条 秋尽江南草未雕 二十四桥明月夜 玉人何处叫吹枭 好时间关系 本期节目就先到此为止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